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戒凡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一下北美各地的重要新闻 加州电力公司敦促民众热浪期间节约使用空调 由于持续的热浪可能会给加州电网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因此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PGE Castle 敦促加州居民节约使用空调 PGE建议居民在家时将恒温器保持在78华氏度 外出时将恒温器保持在85华氏度 居民也应避免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使用空调和大型电器 上周五至今 Arcadia和Sierra Madrid数百家庭天然气中断 天然气服务中断是由于漏水导致煤气管道破裂造成的 天然气公司表示工作人员已经修复了漏水问题 正在努力为所有受影响的家庭恢复天然气供应 官员们表示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因为天然气公司必须前往每户家庭检查燃气表 如果燃气表进水 它们必须更换 电动车比汽油动力汽车产生更多污染 专家发现比传统的汽车相比 电动汽车通常更重 加速更快 导致轮胎磨损失会释放更多微小颗粒到空气中 在正常驾驶条件下 一辆汽车每公里排放约73毫克微小颗粒 电动汽车排放量增加15毫克 增幅高达20% 数据显示 轮胎被列为海洋微塑料污染的第二大来源 仅次于纺织品 阿兹海默症新指引出炉 一届诊断将比照癌症分期 阿兹海默症专家今天公布新版确诊指引 将比照癌症分期诊断为7个不同期别 不再使用轻度 中度及重度等用语 根据新版治疗方法 医师将替患者评定1至7分 第三期约莫处于症状前的阶段 而第4到67则分别等于轻度 中度 或中度失智症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